第四次的啤梨晚報 所以 其實現在的人都是爺爺林鄭 都是提倡大灣區 其實既然我們都融入了大灣區 阿龍也說的 融入大灣區就是融入祖國的最大 最容易的契機 大灣區說我們去年有14萬億的GDP 可能比其他灣區更厲害 這是很大的機遇 如果你問我爺爺林鄭 紫大灣區 直接去雲南 剛才是雲南 潑水節的盛放 所謂的全民洗警 即是和警察洗身 那警察 要不要拘捕人 要不要演習 默未堅 要不要說話 但是我們看到警察和消防是怎樣 第一警察 第一警察 屁股你了 縮在一邊 幹什麼 搞一支水槍 因為他的水槍未入好水 另外有一個有迫擊炮 在那裏射 另一個最慘的 笑你這樣就被人射 可能又贏 戴火燒笑 笑了口 即是 你說香港人 我真的找不到原因 反正也是 我真的回大陸好過 明年雲南那些水槍 要不要搬去籃球場 如先登記 這是不是我們看到的 就算真的射到警察 大家笑一下 反而顯示到你們那種 開明 你說不是呀 我們 總權資料高壓 要收拾香港人 還是怎樣 喂 我們經常看到 內地 尤其我們不明白他們的政策 但是看到他們不明白 都是有些 寬鬆一點的 在這個節日 這個作性不要搞 老實說 現在的人說話 唯有23次說話 不知道 就比較保守一點 好像昨天訪問香港那兩個 都OK的 有電音好玩的 不過都是覺得最後一句 在街道好玩些 氣氛好些 這個不用問的 我們看看 這是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報導 這是人民日報的報導 4月13號 在雲南省 普里市警區 泰族 瑤族自治院 千景之谷 花潮水瑞萬的警局 2024年 彩花撥水節開幕 活動現場 多名泰族少女手持橫幅 引領警局院多個不同類型的地方 依次遊演 顯示當地的特色民族文化 大批民眾觀賞拍照 現場氣氛熱烈 場面壯觀 活動持續到4月16號 萬人趕擺 潑水狂歡 傳統民族文化體驗等等內容 紙在蠟燭資源 林彬打造高品質高水準的民族節慶文化旅遊精品 為景區 經濟社會高品質發展 奠定基礎 其實都是為經濟 香港怎麽辦 我今天看到的報紙說 都做了4000萬生意 當然是不知怎麽來的 怎麽統計的 商戶都是有增長的 但是商戶 是說 在城南道的商戶 是做少了一半比去年 當然是商戶多了 在公園裏面那些 好了 但整體是不是 另外這個 就是新華社 雲南省 德雲泰族 景甲族自治州 莽視2024年撥水狂歡 12日開幕 當日莽視廣場 實時人數最高8萬人 來自中國和緬甸兩國的民族和遊客 互撥沙吉祥水 現場一片歡樂的海洋 隨後撥水狂歡活動正式開始 有人拿著水槍 水桶 縱情潑灑吉祥水 還有一些 音樂 電音應該是盡情歌舞 玩得不亦樂乎 當地的幹部官員 公安 武警等 一起參與 與民同樂 莽視的潑水狂歡 主要是12、13日 除了莽視廣場之外 還設多20個潑水點 但是基本上整個莽視都在任你潑 在這個期間 莽視還展開了民族文化 非為的快閃電音派對 德宏州的 瑞麗市 梁河縣 龍舟縣 營光源亦都相繼 舉辦這個潑水互動 老鼠 很正面的 玩啦 開心一下啦 你看剛才的影片 我們講也沒用啦 吵笑的 壓力吵你哪一個人跟你搞啊 好啦 有一家 其實我們之前知道的 銅鑼灣的老三陽 有收肥了 做完這個月 當然啦 我就要講清楚 老三陽的 現在第二代的 掌陀人 齊玉鳳的齊小姐就說 他退休想靜靜的退休保持低調 不是因為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什麼 他說純粹因為 他退休 今年60歲 他說17歲 之後就一直在幫老爸走 一做了43年 他沒有交代 為什麼不是給第3代做 不是給第4代做 或者是兄弟姊妹做 他說想將 餘下的時間 因為過去呢 跟著他 那43年呢 他沒有了自己人生的 是為了 老三陽 這間老舖 我不特別解釋啦 大家應該知道在哪裏 老三陽 銅鑼灣 當然有很多街坊 就去買家戶蟲 戒賊蟹 醋啦 那些 就是上海貨 江蘇上海貨 那些 我覺得 大家也不用一定會說是 什麼 不過 這個就是他這樣說 他說 用了一身青春 來 搜匯這間店 甘心無悔 對得住老爸 他就希望說回自己的生活 很冠冕堂皇的 但其實我在去年 大家聽過這個節目 都聽我 不斷地說過 老套羊 我們一早都知道 甚至乎 其實 奇小姐 也不介意 有些 品牌可以讓我們做 我沒有去談 老實說 你的人退休 還有很多人可以做 甚至乎請別人做 這個老實說 為什麼不做呢 你估不關現在的氣氛市 老三陽的店舖 我不知道你是自己租 還是自己賣 應該是租的 他們的牌頭 開到哪裏 都未必不可以的 未必可以捱貴租 其實就真的沒有什麼 我覺得 沒有什麼 不可以不做的 你要做一定可以做到下去的 都選擇不做 大家去想一下 那是什麼環境 好了 那麼 澳洲色尼商場 那件事有些跟進 後進 第一 那個怡凶死了 英媒電訊報就報道 怡凶的老爸叫安德魯 他說 兒子因為缺乏社交能力 又很急於結交女友 所以很沮喪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而出現這個慘案 這樣就要殺 安德魯說他的兒子 孝琪 Joe Clouch 孝琪 早 孝琪 就適合了 陰液和異液 都一同 他說 孝琪 病得很重 因為幸好有女兒 但又沒有社交能力 所以很沮喪 神經病 美國 廣播公司 是不是就是ABC 引屬澳洲準總理 阿爾巴尼斯就說 襲擊者 按性別分裂 施責令人擔憂 老實說他按性別也好 隨機也好 案面也好 總而言之這樣的殺人就何時都令人擔憂 所以我真的很怕這些政治正確 即使是澳洲總理 警署署長韋伯 澳洲新聞 威爾斯州就說 疑空似乎是對女性施襲的針對 因為遇襲的六名死者之中有五個都是女性 他說 你覺得是 當然 他看到容易殺就殺了 有個斬暗在他附近 當然有他老爸這個 證詞 似乎好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開始 常常會去想 是不是因為殺了五個女人 如果是針對女人 不是殺六個女人 那麼要殺一個男人 如果你說 是不是因為有五個女人 於是乎就找他爸爸出來 說他兒子因為交不到女人 想隱瞞一些事 我們不知道 我也不會有陰謀論 有很多朋友 舊癡的媽媽就說他兒子成長環境很好 很多朋友 是值得18歲的時候被診斷患有思考失調 那麼簡單 就是癡忍的事 他在藥物製造和家人幫助下 其實都可以有大學學位 是ok的 但是近來數個月 就停止服用養物 而且通過網絡去買春 即是叫雞 叫雞不是好地地 殺了什麼 這個就是了 奇怪了 如果沒有叫雞 就可能真的因為性抑壓 是呀 瘋了 本身有思考失調 但是有叫雞叫的 一叫了雞 出了一口呆癫 就正常 是不是 是不是那些雞侮辱他呢 還是怎樣呢 那另外呢 當日呢 當這個狗癡呢 想在商場上 扶手電車 走上去的時候呢 有一個法國籍的男子 叫蓋羅 就拿起一顆處 擋在兇手前面 英勇行為獲得讚賞 老實說 有時我也在想 如果去到這樣的環境 我是不是夠膽 真的站在那個 人之前呢 我也在想 他有槍我一定不夠膽 不用說話 如果是普通刀劍呢 我就看我有沒有工具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會呢 如果是雷球軍呢 我覺得 我應該可以阻到他一陣子 但是我是不是會跟他捏過呢 沒有東西可以 因為他就是傻的嘛 也要顧及自己的安全 當然啦 你說我有一個美國隊長 我肯肩肩肩肩肩肩肩 差一點就好很多 西窄的統治綠磊頭棍就夠僵很多了 好了 當然是英勇行為 蓋羅接受當地媒體訪問 他當時都沒有想法 只不過是看到有人這樣 其實就類似我們在荷里活那宗廚房哥哥那樣 自然反應就覺得要制止他 他說他就來工作 而他的Working Week 7月將會到期 就是在澳洲 我不知道他是Working Holiday還是怎樣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就在新聞發佈說 他現在正在處理申請簽證的蓋羅說 即是這個英雄 他說歡迎你留在澳洲 多久都可以 現在蓋羅的律師也證實了和傳媒 他將會獲得永久居留權 即是老實說 你給一個永久居留權 他是不是真的會永久居留在那裡 這是蓋羅的選擇 但是你可以體現到 真的不是leapservice的人做事 還有我不知道這些是否一些行常的做法 但是肯定總理或者當地政府一定有這種著情權 那你香港又懂不懂得永久居留權 香港有非白衣人案怎麼判 懂不懂得運用這些東西 他運用這些東西 其實他臨留在那裡 對澳洲的生產力是否要大很多 不知道的 不要做什麼公佈 但是起碼對社會宣揚一個訊息 你這個是異行 即是未必是鼓勵大家要照顧安全 是正面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 作為一個政府 白的東西 你要更加去表揚 黑的東西 你要更加高調去壓制 於是這樣 你才能夠彰顯到正義 社會才能行得順暢 但是任何政府 包括美國人都好 都一定是有些灰色 我這樣說 不是那麼純粹的東西 但是當你有些東西 黑白分明得那麼重要 你總不能夠指黑為白 指白為黑 權在你那裡 人人都不出聲 但是社會 很難向前走 一個社會有沒有前途 這些不簡單 你不用看 你倆看什麼哲學書 你倆幫人 大家不用 大家看到 你任你演繹都可以 沒有所謂 但是我都說 這個法官又濕溝溝 一方面又要這樣 一方面 他又要說程度不同 又要判輕些 不知道是不是被淹底 我不知道 好良心 又要做妓女 又要拿精折牌坊 就是這些 好 休息一會 就在這個時間 我當然要吃個龜靈糕 這個就是我們老龜龍的龜靈糕 我就會有麵奶 或者有這個唐章 唐章就是這個 電窩有些朋友 不要的唐章 我就會用來的 我這個是很厲害的 我現在很少賣的廣告 除了在之前之後 其實那些老龜龍龜靈糕 吃那個朋友就知道 真是真是啪啪 又不得了 我買60港元一盒 因為一盒一盒買的 不用離開一盒的 你們真的要試一下 不是你一般方向 我敢說香港 我是老龜龍龜靈糕 待會兒一會兒 現在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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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講